8月31號 上百名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民眾 在美國舊金山海濱廣場舉行快閃行動 透過演唱歌曲 聯絡牆等方式 表達對港人的聲援和支持 單手無言 靜默站立 在自發組織的快閃行動上 上百名民眾手持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反送中標語 表達對港人的支持 同時強烈譴責警察暴力毆打示威者 昨天晚上警察沒睡 看著電視裡面 看著警察怎麼打人 看著香港政府港共的怎麼避害香港 我們在海外沒辦法 但是我們在表示一種支持 持續80多天的反送中行動 無時無刻不牽動海外港人的心 特別是大批90後年輕人 直面當權者 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和勇氣 令人欽佩 我很佩服香港一般年輕人 我們老一輩以前都沒有這個膽量去衝這樣 所以希望在海外的華人香港人能夠多一點支持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當天的快閃行動 以合唱海闊天空 你可聽到人民在歌唱等歌曲結束 參與者希望香港人在白色恐怖氣氛之下 繼續抗爭下去 我只希望香港人能夠繼續走 繼續抗爭下去 繼續抗爭下去 香港人加油! 香港加油! 新唐人新唐人記者 中智名明 萧然 Big Hong Kong 新唐人記者中智名消言 嗨然 救急箱采訪報道 Send me Hong Kong